觉得悬晕除菊长得好看的小伙伴们 溜溜溜走一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名字叫做爱机枪的圣文英9P 帅气的双枪松果HC 封信子QAQ等等很多小伴都想要看 豆姐来测试一下中文版的这个新植物 那这一期视频 咱们就来说一说悬晕除菊的那些事 它是橙卡 125阳光 直线攻击 和宝灵泡泡一样啊 家有三兄弟 属于多胞胎植物 也有成长期的 一开始呢 只有一朵花开放 然后每发射12枚子弹 就会再开一朵花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一共需要发射24枚子弹 三朵花才会全部开放 不过呢 升到二阶三阶时 它开花所需要的攻击次数 也会有所减少 目前呢 它的最高等级只有四阶 悬晕除菊 每攻击12次时 还会释放一朵小迷雾 可以眩晕 它这一行上的僵尸四秒钟 三朵花如果全部都开放了 那每12次攻击后 会产生一大朵的迷雾 它的子弹呢 是没有穿透技能的 不过迷雾却可以啊 放大招的时候 可以立即打开所有花朵 并且释放一大团的迷雾 让自己本行 还有上下两行的僵尸 处于眩晕状态 再来上一下它的装扮 是一把小雨伞 技能是大招时 会额外吹出强风 脏本行的僵尸击退 那能不能让气球僵尸击飞呢 答案是否定的 只能击退 不能吹飞气球僵尸 基本的技能就这些 接下来咱打个关卡 看看它的实战怎么样 到底是一匹黑马 还是一头懒毛驴呢 事实就知道了 这次呢 豆姐选择的是 摩登20的困难关卡 装尸是四阶的 那咱的雏局呢 是一阶带装扮的 看看它的伤害怎么样 诶 这个雏局 在哥奎的大招下 表现还是挺可爱的 雏雏局呢 它在国际版里啊 是复合家族的主物 是辅助性的主物 你看它的大招 就是释放一团大迷雾 只能让脏尸这个 眩晕减速 并没有任何伤害 大家再来想一想 还有什么主物的大招 和这个雏雏局一样 是没有实质伤害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也欢迎大家 给豆姐加关注 长按点赞 像太阳能车 这种机甲类的僧尸 咱的雏菊 也是照炫无物 二爷 当要发疯的时候 就被雏菊的小迷雾拦住 这个感觉也是没死了 对小儿以配袭 咱给玄雏菊 记忆体开个大 这个带装扮的 玄雏菊的大招啊 这小风 和那个神风神气 有一瓶有没有 还有那个阴阳师手中的扇子 跟时代的那个 神风机制都差不多 不过呢 他这小风 只能击退 不能吹飞 连气球僧尸都吹不飞呀 最后一波 看骑士大哥 能不能踏电话园 这个眩晕的动画 做的还是不错的 将士头上都是小星星 在国际版里 被迷雾眩晕的 将士身上是有紫色的印度 而这边是没有的 那看到本期视频 大家觉得 眩晕雏菊这组举物怎么样 符合你们对 成卡的期待吗 欢迎留言讨论 最后一个大招 再给他们来一股妖风 那关于 眩晕雏菊的技能测试 咱们就玩到这里 喜欢看的小伙伴 记得加关注 长按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